民间党前秘书长吴乃仁被指控11年前担任台唐董事长期间 修改内规低价卖掉台唐的工业区土地 导致台唐损失仅2.5亿元 吴乃仁申请再审通过 星期从一年半减为9个月要入狱服刑 两名在台湾租屋搞破坏的香港女子 昨天出庭态度终于软化 不但道歉也愿意赔偿 被害房东好心只收1万块回解 毒品走私又有新花招 吴乃仁申调查局透过监听 成功拦截到一批藏在输送带滚轮内的开他命 取出的开他命多达450公斤 市价超过2.21